主委好嗎 請劉主委 賴委員好 你早 早 這個我今天看了一下你的報告 其實我印象當中 經濟會對於整個幾乎國家的經濟建設未來 包括人口包括社會 基本上你們都是龍頭 規劃未來整個社會的 我們走在前面 對你基本上是龍頭 就是你帶領這個整個是往前走 所以以前才有財經小內閣的封號 所以我想這個雖然 雖然有關於住的這一部分 是內政部在主管 但是基本上來講 也是規劃也是在你們這裡 因為我看了一下 你們也是有這個要縮短貧富差距 這個都是你們 而且有關於你說這個持續辦理 行政院的專案小組的幕僚等等等等 大概都在你這裡 所以我就想跟你談一下 剛才吳委員都關心 很多委員都關心這個題目 就是社會住宅 我請問你 對於原來台北市長好市長 他想要在地堡的旁邊空軍總部 那一塊那麼大的一個地 蓋一個所謂的小地板 變成一個社會住宅 他推出來的時候 很多的一些社會的 踏發生不斷啦 包括一些一些 不管是不是有在野黨啦 什麼之類的 就覺得說 那你整個地板 那時候你去這樣 沒菜啊 了解啊 用這樣的聲音 這個劉主委 你要不要用你的角度來看一下 他這個蓋在這裡 好 就在地堡的旁邊蓋 那這個對於啊 整個的房市的一個健全也啊 或者評委啊 有沒有他的一定的 plus的作用 有沒有請問 首先啊 這個因為台北市政府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一個計畫 因為他並沒有送到行政部門來 所以我們是沒有看到 我們都是在媒體上說的 所以我現在不要講 特別針對台北市 就是說 如果說在這個蓋小地板 我覺得適合不適合 我要說我覺得不恰當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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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只不恰當我覺得不適合 啊最主要是講我們一方面 目的當然是希望蓋一些 合宜住宅給很多人提供 可以很多人可以用 不管是買或是租 可是另外一方面 因為資源是非常有限的 政府的資源也是 民間的資源也是 所以資源要做最有效率的 最有用的分配 才能夠把任何一件事情 達到最大的效果 那以這個角度來講 如果地堡旁邊那個地 真的是要蓋一塊 就是蓋起來 然後希望是照顧這個 譬如說中低收入戶的話 我認為還不如把這一塊 地方蓋起來以後賣掉 就是照市價把它賣掉 賣掉以後拿到的錢 然後再去 這個錢可以發揮 我相信是十倍的效果 好主委 你是一個角度 是 我原來跟你想法 想法是模一樣 後來經過這一段時間 我的想法跟你一百八十都不一樣 為什麼 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給各位一個數字 這是社會住宅推動聯盟給的數字 他講0.08%可恥的數字 0.08%可恥的數字 他這樣寫 弱筆這樣下 他往上這樣寫 什麼意思 他說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裡面 發達的國家裡面 一定有所謂的居住人群 讓他什麼 政府蓋一些國宅 蓋一些住房 使租不賣 這個比例多高呢 河南34% 英國20% 美國這麼極端的資本主義 還有6.2% 日本6.1% 新加坡是8.7% 香港29% 台灣0.08% 這是一個可恥的數字 我們政府最喜歡講說 我們的住宅已經有88% 自由率 對不起 那是double counting 很多人兩棟房子 甚至於三棟房子的 所以他們算過 我也同意 基本上沒有房子是30% 當台北市住房這麼貴的時候 一輩子都買不起 這年輕人夫妻 了不起 一年賺個一兩百萬很多了 他要買個動輒起跳 現在連中古屋都要七八十萬 六七十萬起跳 所以 我剛好最近 我看了這些數字以後 我就回來 我就覺得前一陣子 內政部 這幾天開那個會 很有意義 而且看起來 小地板可以敗部復活 假如能夠第一年就推出 一千戶的話 這什麼意思 我就真的要 supply 而且就在地板的旁邊 多貴 那誰決定 怎麼樣決定誰是那一千呢 我也很想做那個一千之一啊 一百八十萬 一坪 這樣子這麼貴 一戶 一億兩億 有人一買就買九 當他旁邊看到是 平民住宅的時候 無形當中 會把這個房價拉下來 會把房價拉下來的 老實講 我們地方都很清楚 他有值那麼貴嗎 他有值那麼貴嗎 說今天要不是我們政府有些的稅 我會再提 說我們能不能夠推動一個東西 說房價低於多少 我按照現在 一樣什麼 低價稅 但是高於一定 比如說高於一億以上 或者六千萬 七千萬 那個再說 按照實價課稅 你怎麼炒作沒關係 我課你稅 現在來講是什麼 建商都公開講 主要現在房價這麼高就是 教育成本太低 土地持有成本太低 這個老實講 講起來 我們在政府部門的 雖然我在立法院 聽起來我都很難過 就是說 我們現在是執政黨 我們來到不能做一點點事情 讓這個社會的財務分配平均一點點 那個地堡 都是有錢人 這麼有錢的人在住那裡 旁邊 沒有錯 你說想去的可以啊 抽籤嘛 抽籤都可以啊 你一定的年輕人 抽籤都 抽籤就可以去哪裡住 而且我相信 我認為如果這一千多戶的社會住宅 蓋下來之後 對於高房價的壓抑一定有幫助 我們現在打房啊 叫越打越旺 你很清楚 越打越旺 為什麼 原因太多嘛 有錢啊 什麼什麼原因 你可以講一百個原因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 推動社會住宅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timing 很好的timing 所以 我當然把這兩件事情講在一起 增加supply 特別是台北市地區的大面積的supply 絕對是政府責無旁貸的事情 這個我們也同意 我覺得行政院最近推出這個東西 要給他掌聲啊 有人還講說 講一些有的沒有的 真的 對這些小市民來講 對這些年輕人來講說 有人講說 年輕人買房子 不要買在台北市 為什麼他 你一定要叫他說 說不可以買台北市 我就想住台北市 什麼都方便 對不對 捷運方便 空氣好 對不對 各方面方便 什麼都方便 政治中心 政治經濟中心 所以 政府如果真的能夠一下子 一千多戶 就在台北市 該的社會住宅 我覺得這才是特政啊 0.08%可恥的數字 可以卸止一下吧 對 對我非常認同就是說 這個數字比例 這個數字比例我們今天會有看到 我們覺得我們實在是台灣太不足了 所以為什麼今天會規劃合一住宅 我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然後我們也沒有覺得說 合一住宅一定都要放在這個荒郊野外 當然就是所謂合宜 就是大家想要住的地方 可是大家想要住的地方 跟市場最貴的地方 我想這個還是有差距 就像我自己在曼哈頓紐約交出 就交六年 我也不可能去住在 我那個時候當教授 我也是不可能買在曼哈頓的一個 最黃金地段 不可能的 所以我想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覺得這個目標 我跟賴文是完全一致的 可是說做法上面 我還是會認為說 如果是非常的黃金地段 我們把那個地方賣掉 用市價賣掉 然後有更多的錢 你忘了一件事情 吳敦麗院長公開在總秩序說過 台北市京華地區 超過500坪不可以賣 講過了 不可能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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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時候說半年 這個半年 現在已經剛剛到了半年 不是半年 我們做的決議 要一直延下去的 這是立法院做決議 我在財委會做的決議 不可能去賣的 所以你剛剛講的前提是不會存在的 他不會去賣 他不會賣 了不起幹官社 那我覺得齁 我覺得真的各位可以另類思考 我在最近之前 完全同意你的開法 可是最近之後 我沒有說你要同意你的開法 我只是告訴你 不同角度去思考 對於現在來講 當我們用了貨幣政策 用了財政政策 下來的時候 因為熱錢滾滾好來的時候 房價不斷的推升的時候 越打越旺的時候 我覺得 我們的政府 最近這個社會住宅政策 老實講 要給他掌聲 特別是郝龍斌市長 都會推出 要堅持 不能夠外面 一聲音 撅起 我覺得很好啊 就在地保的旁邊 蓋一千多戶的 這樣社會住宅 Why not? 請問你 他絕對不是所謂的貧民庫 絕對不是 我不認為那是貧民庫 我認為社會住宅就是社會住宅 把0.08%把它提高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第二個 我想 你的專長 我來讓你發揮一下 這個東西啊 你知道我們 年底 年底 存款全額保證要取消了嗎 代表政府對這個很有信心 你知道預放比我們的營養平均多少嗎 現在應該是1.3吧 電信數字0.8多0.9多 低於1% 這麼好的 這麼好的 銀行的績效 你知道嗎 我們的公營事業啊 居然對自己政府沒有信心 中華郵政 中華電信 中華電信也許有民股 還有台灣營酒公司 都是百分之外政府的機構 他居然把錢從民間銀行湊出來 存到公家銀行啊 為什麼這樣 他就修改內規 以前就是 銀行只要放在 A plus A minus 就可以了 現在 因為年底存款保險 拿掉了 他怕 就從 這個修改內規 A minus 把它提升到A plus 所以 開始 資訊又開始挪移了 我們金融海消 那時候 看到的 不願意看到的 又發生了 主委 這是你的專長 你要不要講一點點你的看法 雖然不在你義務範圍 不過我想 今天會主委 整體經濟穩定 還是很有關係 你們還是可以講 我想先請問就是說 因為我不知道的是說 像中華郵政他們有沒有規定說 他們本人 有沒有說 國營金融機構優先 有沒有這樣 就像我們政府部門去做 搭飛機就是華航優先 有沒有這樣的 當然沒有 但是他已經從內規 原來好好的是A minus 就可以了 現在就提升到A plus A plus以來 大概只有公家航空可以 加上一兩家 少數的 像什麼富邦之類的 一兩家 大大的一個 Huge的那個 那個金貢可以 其他的通常out 我很擔心喔 主委 我替這些 經營的不錯的 中小型的銀行擔心喔 因為 只要我們政府 沒有stop這樣的現象 就開始一直漫臨 大家都可以 修改內規 他們這樣不會指定銀行啦 他就把A minus 提高到A plus 通了out 中小型銀行通了out 只剩下公家航空 plus 我剛剛講的 可能富邦 可能國泰四華 可能趙鳳 這三家 沒有啦 其他沒有啦 沒有啦 我很擔心這一點 這個如果造成太大量的 這個資金移動的話 我想這個事實上 是應該要 應該要關注這件事情 請你關心一下好嗎 好的 因為 美國是說 印鈔也怕 requity 怕requity的問題 不管在什麼時候 資金大量移 都是不好的 他整體沒有問題 但是呢 據皮膚來講 沒理啊 被抽掉以後 這個東西 已經在發生當中了 我覺得 這個政府 要想辦法把它遏止 這樣的現象 他理由 你問他理由是什麼 他講不出理由 他就突然就通過了 把它A minus改成A plus 那原來都out 所以就開始抽了 根據這個來抽了 他當然不會講說 我對於政府 全額存款保險抽以後 我對於他們沒有信心 當然不會這樣講 怎麼會這樣講呢 但是要另外一個方式 就做到這個目的 我特別提出來 請主委注意這事 好 我會注意 好 謝謝